請 Around 116 KM 現在時間 早上5點 37分 早上起來 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非常珍惜早上的時間 因為大概是我的這一天當中 唯一單獨可以跟自己相處的時間 好冰啊 然後重複做四次 運動時間結束了之後呢 就是讀經的時間 今天讀的東西是 The Rational Bible by Dennis Prager 然後我很喜歡這本書 幫助我很多 然後讓我可以了解真是每一句 菁姐在講什麼 然後他是一個 他自己的經驗 然後還有他的解經的方式吧 然後我現在正在讀這一本 好現在時間差不多七點半 就是我要幫我的小孩做早餐的時間 然後他們現在他們都還在睡覺 三片麵包 然後今天他們的早餐是 巧克力吐司 把他們弄完早餐之後呢 因為我早上運動了 所以說我就要補充蛋白質 我也是希望可以就是 長一堆胸肌跟腹肌的 但是就是從來就沒有成功過 那今年 不是今年 大概就最近吧 我就開始做 吃比較高蛋白的這個東西 我在Costco買了一個 這一個代的東西 就是要來長雞肉的 我也要當個雞肉男才可以 高蛋白 Costco的咖啡 牛奶 這個就是我的早餐 現在首先呢 每天出門的時候呢 我就要帶我的女兒去她的 幼稚園 What's up? I thought you wanna make a video I want to Yeah, you make a video Yeah, I'm making a video Didn't you wanna say something? No, you make a video OK 就是我帶我的女兒去上學的時候 Say Bye Bye 小Blak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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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大家 Bye Bye大家 好,我剛送完我女兒 然後 送完我女兒 然後接下來就是 要開去公司的時候 我開車到公司的這段時間 我就會開始聽新聞 然後 想說等一下寫稿要寫什麼東西 像菲利亞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一個人 然後她的舞台魅力就很好 所以說她其實不太需要寫什麼稿 但是我不是 我就是一個很死腦筋 而且會忘東忘西的一個人 然後講話會結巴的一個人 所以說我的新聞基本上 全部都是主字稿 我一定要先想好 然後呢把東西變成文字上面了之後 我才可以很順利的在 錄攝影機前面把她講出來 那這個通常就是我在開車去公司的時候 做的事情 好,現在就是 Priscilla起床的時間 她決定先喝水 然後旁邊那一罐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而且也不知道是誰泡的 然後她就這個樣子把她喝完了 然後讀聖經 回床上讀聖經 什麼樣的人養什麼樣的狗 我剛剛打電話給Felicia Felicia 她根本就忘記了 我們今天要錄影的這件事情 明明就是 就是說什麼 我們這個聖誕特別節目 應該是要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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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要 錄一個特別節目 就是我們講我們一天怎樣的 結果她自己忘記錄了 嗨 早安 早安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我們的辦公室已經 介紹過了 就 不再介紹了 登登登 登登 登登 打開登入好看一點 然後這就是我們三個人的位置 這是我的 這是Felicia的 這是Presilla的 那這個過程大概佔我們絕大多數的時間 Persilla就是在剪我們的片子 那Felicia的片子比我好剪很多 因為她口條清晰 然後我就是一個會一直吃螺絲的人 那這邊Felicia就開始化妝了 然後我基本上就是在那個地方一站就是站8個小時 那接下來就是我化妝的時刻了 因為我也需要化妝 不然我會在她旁邊看起來太黑 而且我需要眉毛 我是個沒有眉毛的一個人 我現在再把這個稿子給放到iPad裡面 把這個放進去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讀稿機 這個就是在iPad上讀稿機了 你們看我字是反的嘛 不過沒有關係 你只要把它放到這上面來 這有一個玻璃板 這樣就變成正的啦 好啊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要笑啊 3 2 1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 哎等我我看我錄了 你那邊錄了嗎 錄了 還笑3 2 1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sa 所以這個是剪接軟件 那大家一般看到我們錄完的節目呢 就分了兩個檔案 一個是視頻的檔案 一個是聲音的檔案 那我們就把它放到剪接軟件裡面 然後把它們給合成一個東西 把它們捏起來 然後之後再開始進行剪接的部分 然後現在就是我們吃飯的時間 然後這就是我們 昨天的剩飯 對 昨天的剩飯 因為我們昨天是繼續吃 然後我們泡了一包泡麵 這個是我們的白板 然後我們所有的schedule都會在上面 像說如果說我們被邀請去哪個地方講話 去分享的話就會寫在這個地方 像這個好像是星期六的時候 然後星期天的時候去教會分享 然後呢還有interview誰誰誰 然後interview哪個牧師 我們都會寫在這個板上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上片的schedule 像說星期一會發什麼 星期二會發什麼什麼 然後這些東西全部都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一看 就可以知道我們接下來的schedule要怎樣 然後再做什麼 然後用來做什麼 去看看 去看 Testing NO.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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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大家好我是3號 大家好我是3號 你在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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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可以看到Felicia沒有耐性的一面 她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沒有耐性的一個女生 這就是騷擾電話嗎 她每天都經歷不同的騷擾電話 騷擾電話常常困擾著她 有的時候給她賣保險 有時候給她賣披薩 有時候給她賣個性量之類的東西 然後夜和華見證人特別喜歡打給她 我們下一個 就這個人我也不知道 一天上班幾個小時 我不知道她到底在廁所裡要待多久 然後每次一待 在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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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間 然後結果呢 很多時候都是在幹活的時候 她就跑去上廁所 比如說煎澡我們說來 我們一起來打掃衛生吧 然後我跟盆斯拉就開始幹活 然後這人說好我們來打掃衛生 幹了沒有一分鐘我人沒了 然後我說人跑上去了 幹活回來了 趕快走去吧 好 好 好 走 哈嘍請進 請進 哈嘍 現在我們來補充那個增加以色列人的問題 好 然後我們就接著把它剪成命令就可以 我時間不多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簡短的跟大家講一下最近在發生的事情 不是最近這十年來在發生的事情 哈嘍 我們現在在 Kentu 基督大能福樂之家 好那這個堂呢是基督福樂之家的廣東語的教會 但是剛才知道一個很驚人的消息就是這裡不光有廣東人還有很多東北人 對 所以今天是禮拜天然後我們今天分開服飾 我跟Persida就來到這裡 然後Eason就跑到了另外的一個教會去分享 然後我們的教會是下午聚會 所以我們上午在這裡結束了之後 我們下午還要去到我們的教會再服飾 為什麼會像老上的男生一樣啊 為什麼會像其他女孩子一樣 柔柔柔柔柔好像一個男生一樣的 後來我才知道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我是上帝精心設計過的 各位觀眾拜拜 我們就是這樣子回家的 耶穌祝福你們 路上平安 謝謝 謝謝 謝謝